我們不應該被我們的樣貌局限了自己的發揮 我做英俊行不行? 可以 只要你相信自己是你就是 你看著我 是 我是一個英俊 你是 我是古天樂 你不是 我就是初期那時候就會覺得 唉 我不想別人覺得我是花瓶 即使我今時今日真的是一個花瓶也好 我就做好這個花瓶的角色 人本身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如果有些人覺得你是一件事 你會試一下做好它 你會試一下 Hi 我是艾力 今天在Heavenight Stage約的這個女嘉賓 之前我跟她在拍電影的過程期間認識 我當時已經在想 如果有機會跟她拍片就好了 因為我經常覺得一個女生 由一個網片的世界給大家認識 去到了現在的努力 在不同的電影世界裡 告訴你她是一個很用心 想做演員的人 過程當中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和心機 如果我有機會跟她聊聊天 讓她去說一下也不錯 今天我覺得是一個good timing 今天我就約了她 今天我的女嘉賓 Jessica Hello 叫你卡姐 叫你哥 Suzi說這些話 你知道我今天叫做正正式式 平時看片不算 真實地聽到你的聲音嗎 因為其實我們不是第一次見的 其實差不多一年前 好像是一年前 對 一年前 都是這些時間 她是拍了一部電影 我在片場的時候 那時就是撞症 應該是你人生中一個很難過的時侯 唉 我失了聲 而你拍了一部電影 沒錯 所以你是沒有聽過我那麼正常的聲音 你之前聽我的時 我好像是男人的說話 我把那些片子剪出來 現在不是我的男人 我今天這條片 我會記錄著Jessica 最動人的這一刻 大家只看她的樣子 她今天決心要做個花瓶 大家不要要她說話 因為她說不清楚 首先我想知道 如果我現在要加上你的name tag 我怎麼一定要是Jessica 事當真 不用的 很獨立個體戶的 獨立個體 當初其實是 我有另一個YouTube Channel 拍過東西 那個YouTube Channel 就跟許然SOHO有些淵源 我記得應該是許然 她就看到有一條有我的片 然後 剛好應該是她們那時候 都想招募一些女的幕前 突然間有一天我收到一個DM 又學收DM我 哦 問我有沒有興趣 真的跟她見過面 就是跟她們見過面 不是就是她 先去Clackify 去了她們那時候的基地 然後就變成了這條片 跟著一起 你當現在有音樂的 現在一起 很可愛 耶 耶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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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你去演這些動作 你可不可以 你回到四年前的狀態 是自己的 我覺得OK的 我今天要準備跟你拍這條片之前 你就會在這條片上網上 我會在今天要準備跟你拍這條片之前 了解一下嘉賓多一點 我發覺你覺得是很少自己訪問 是啊 為什麼呢 你都出現在大家的眼球署一段時間 是你很保護自己的修心文明 還是不喜歡拍訪問 不喜歡被人認識你呢 我覺得可能是大家對我沒什麼興趣 真的嗎 我其實不抗拒的 我很開放去做訪問 但好像沒什麼人有問我很多關於個人的事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希望這條之後是拜託自訂的位置 好啊 既然都不多的時候 大家派得厚一點 要認識Jessica多一點就看這條片 按這條片 因為你平時不會無緣無故在IG上 突然長篇大論講一下自己的感受 我告訴你我是誰 是啊 不會無緣無故這樣做 所以反而訪問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但是我真的懷疑可能沒什麼人想挖掘我內心的東西 所以沒有人跟我做訪問 這個世界對你不解釋太深 我今天就好好的挖你一次 來吧來吧 先打開它 但當你由拍攝當真一開始 很多搞笑一點的片開始的時候 那你會怎樣慢慢發現 叮一聲 我不是來搞笑的 我想你演戲 我覺得有 嘩 走開了 我? 我? 支持靚聲 黃的就請坐下 我呢其實就 入市當真的時候 我又沒有特意 Clarify 自己是一個喜劇演員 剛才你看Jessica的外形 你不會覺得她是喜劇演員 但我做到 很可愛 不不不不 卡姐你以為是小東西 不不不不 我們不應該被我們的樣貌 局限了自己的發揮 我做英俊可以嗎 可以 只要你相信自己是你就是 你看著我 是 我是一個英俊 你是 我是古天樂 你不是 哈哈 我本身呢 其實是真的從來都沒有想過 自己會進入了這堂 我大學的時候 就會找我做一下 他們 Film School FYP 的演員 是 然後可能找我去拍一下MV 嗯 我很記得那時候 是拍了一個MV 就是有一對樂隊叫野仔 回天遙朝九晚不下細醉 飛機消失到紅淚 即使我們拍了兩天 是 每一天可能都要開六七個小時 還要攀山攝水 是 但我一點都不覺得累 哦 是呀 我就覺得我很享受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很開心 有滿足感的 你要怎樣知道自己喜歡一件事 就是你就算多累也好 你還是找到的樂趣 其實我是什麼都可以煙磨一餐 因為我本身是雙子座 我雙子座的位置 是在於我的腦子 長期都好像有兩個人一樣 走到打架 我通常都是想一些很感性的東西 尤其是越大 我就會經常反思自己的人生 已經到了一個阿婆的階段了 真的 想不到 歲月吹人是吹得這麼快的 原來可以 即是在想前的時間 自己獨處 是 就會想一下自己有什麼做得不好 自己跟其他人的相處會不會有問題 是 然後就想一下冬又想一下西 然後就 有時會哭 我覺得我表演那一刻 我好像進了另一個模式 試過在舞台上 尤其是燈光打下來的時候 就是看不到台下的觀眾 其實反而是會將自己本身裡面的眼睛 會鬆減了 其實是的 會進去那個世界 是的 表演的時候 我對這件事有自信 我就會很想將這一面呈現給觀眾看 所以我的眼睛 那些內向是不見了 這個跟我做主持一樣 嗯 在領著某些東西 你領著一個角色 我領著一個表演的氣氛 就是進了另一個世界 這是很奇怪的事 Give me five 原來我們這次的 是的 我們上演員課程 就是會有很多exercise 那些exercise 通常是由內到外都有的 內而外 再由外至內那些 是的 除了演員要你的表情 或者是你把嘴巴之外 其實你整個身體 你都要學習如何去運用 我當我背部 我要演一個不開心 不開心也有很多組 你現在交一個不開心的背部 可能會縮一塊 其實做演員 因為你是在演很多不同人的人生 不同角色的人生 所以你要很將自己的心打開 我們的老師經常都說 你要卸甲 是 你要脫掉你的衣服 不是真的脫掉衣服 我開心了半秒 開心了半秒 你是想的 你是想的 很赤裸 很naked 你要對自己很true 你要很認識自己 你才可以打開心 去掩活不同人 不會有人要打開心 應該一種情難 女主角來講 電影《敗酒脈食》要上映 怎樣接觸到這部電影 其中我們《敗酒脈食》的其中一個導演 她已經有找我拍另一部電影 但那時候因為種種的原因 那一部電影就開了聲 我想她應該都一直記住了有我這個人的存在 都是因為你太漂亮了 嘩 應該不是 一個男人記住一個女人這麼深印象 都是這些原因而已 她結了婚 OK 不要害她 不要害她 我很害怕 不關事 沒有 因為她本身都是視像側的粉絲 那當然因為你太漂亮了 不是 她最喜歡許營 不是最喜歡我 口味的東西有時候真的控制不到 我很害怕 人家結了婚 我很害怕 她又來看我的舞台劇 但她好像感覺到我在舞台劇裡 有一種熱誠展現出來 所以她就膽粗粗地問我有沒有興趣拍這部電影 有人猜中了 我現在就在加拿大 我身處的就是加拿大最多香港人的地方 Macam 出發 出發 我認識你們都沒有衝突 前衝進我的車 這是 車窗 你嗶嗶什麼呢 你是不是說我們壞話 真的沒有 你有 我自己看一部電影 我自己看一部電影 移民很多時候大家會希望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去追求一個好一點的生活 但是可能電影裡你就會看到 其實是否真的這麼容易呢 是否真的這麼好呢 其實我自己有甚至 有些時候都會有想過移民 也有這個想法 有這個想法 通常都是因為你對本身現有的環境 有一些不滿 或者你想改善現在的環境 你才會有這個想法 我也會有這個想法 鑑視 但是我再想深多一層 或者是這部電影帶出來 其實移民是一個選擇 但是它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覺得 因為你是轉換了一個新的環境 但是亦都是因為這個新的環境 其實你有很多的未知 或者你有很多的變數 是你需要去克服的 所以我覺得 首先一定要做好心理準備才去思考 而且你要預料大家是影視作品 或者在電視上看到另一個國家 那一定是很多東西都好像很漂亮 或者是很fancy 但是我覺得很多東西都要實質生活下去 才是這樣的一回事 我常覺得好像reset打個好機 那reset還未必代表 你下一部 成績一定比上一部 但是是一個chance 那這個chance 之後的結果是怎樣 就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 是啊 拍網片拍電影 兩者可不可以並存 我覺得可以的 有些人以前是覺得 我要抹掉一個身份 而變成另一個身份 是兩邊的題材 其實是很不同的 是 譬如在網片那裡 其實我們都叫做搞笑片起家 但是現在香港的喜劇 電影業好像比較偏少一些 而且因為youtube的好處就是 它沒有很多限制 你喜歡多無理頭 都可以 就是我在視託真有演過阿婆 但是這個我相信 如果真的是大銀幕的話 應該未必會有導演想找我做一個阿婆 這個是 大家那把尺的準則不同 就是等於你在視託真 你要整團樂語氣 我可以就這樣做一些很假的特技上 大家是ok的 但是你搬到電影的時候 大家不收貨 當我給了100元的戲票之後 我就不收貨了 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網片 它更加講求的是你的創意 其實你那件事是創意就可以了 你幾天馬行空其實都無所謂 但是回到電視電影 它就會比較追求有一個真實感 我就是初期那時候就會覺得 唉 我不想別人覺得我是花瓶 你知道可能年少輕狂就會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實著 但是去到我今年入行都第四年了 真的不知不覺 真的不知不覺 即使我今時今日我真是一個花瓶也好 那我就做好這個花瓶的角色 假設我真的做好了花瓶了 可能有一些導演上色 覺得你做花瓶也做得不錯 反正你做樹你又做得到呢 做花你又做得到呢 我覺得人本身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有些人覺得你是一件事 你會嘗試做好它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抗拒這些標籤 嘗試享受它 因為其實可能它也是自己的一部份 很多人都會跟我說 你一定要給自己一個很清晰的定位 可能等別人一想起這件事 就會想起你了 但是我想了很久 我也真的想不到 因為我本身覺得自己也是一個很大衝突的人 我的樣子好像思思文文 但其實我私底下其實是 夠的 這個當然是 雙子座沒有一個是不夠的 OK 我這樣說 100%雙子座全部都是夠的 你這女兒很鮮明 內心是我覺得住了一個男人 因為我的喜好其實很多東西都很男仔 我喜歡打遊戲機 然後我很喜歡聽Rap 我本身私底下有喜歡穿褲多些 我自己這麼衝突的時候 我是很難找到一個很單向的定位給自己 我最近IG有一輯照片就是一個AI裏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我的IG 沒有派給我而已 我想看的 是嗎 你看你不要stop我 是穿什麼衣服 當日拍完之後的工作人員都說 沒有想過我可以carry到這個裏 就是八便 就是一個八便怪 就是八便Jessica 平時她們穿褲多 大家今天珍惜她穿短裙 短裙 OK 珍惜 看多一點Woodshot 夠漂亮的了 下次我約你拍些狗的東西 可以 OK 夠狗 夠狗 下次我們拍條狗的 狗 有什麼再甜一點 再甜一點 對了 男朋友今天很帥 打扮真的很合理心意 和你的夢中情人一樣 她送了一束花給你 Oh my god 很想親咚她 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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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片